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习近平的千万工程经验 已跃升为中共三农工作圣经 神舟17号太空人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 甘肃地震导致兰州交通大学宿舍裂缝 校方补期把凤湖上 中国的比亚迪计划宣布 在匈牙利建立电动汽车工厂 罗恩·德桑蒂斯表示 特朗普的起诉扭曲了共和党总统竞选 美国将收集芯片供应链情报 以提高国家安全 鲁迪·朱利安尼在一起诽谤案中 被判赔偿1.48亿美元后申请破产 请大家收看 习近平的千万工程经验 已跃升为中共三农工作圣经 综合新闻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03年 主政浙江启动的千万工程 现在越为中共三农工作的圣经 他在这两天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会议还讨论如何运用这个经验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003年6月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启动千村示范 万村整治工程 千万工程 目标是花五年时间 从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 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有报道显示 中国大陆多地近日相继召开千万工程经验学习会议 探索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新华社今天报道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析当前三农农业 农村和农民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部署2024年三农工作 习近平对三农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说 2023年 中共克服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多重不利影响 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要求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因地质疑 分类失策 循序渐进 久久围攻 集中力量抓好半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施 神舟17号太空人圆满完成第一次出舱 综合新闻 据中国在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2023年12月21日21时35分 经过约7.5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17号太空人汤洪波、唐盛杰、江新林密切协同 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 完成了天和核心舱太阳翼修复试验等既定任务 太空人汤洪波、唐盛杰已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按计划 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 还将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实验 以及多次太空人出舱活动和应用载荷出舱任务 2023年10月26日11时14分神舟17号发射升空 顺利和中国太空站对接 他们预计将在太空站工作半年至明年4月 甘肃地震导致兰州交通大学宿舍裂缝 校方补期把缝胡上 综合新闻 X平台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文称 甘肃地震导致兰州交通大学2017年建的学生宿舍出现裂缝 12月21日校方用油漆把裂缝胡上了 中国教育报有报道提到 基石山地震发生后 甘肃省内部分高校紧急抽调专业救援力量 前往灾区开展应急救援和灾害损失评估工作 积极为镇后复课复学和灾后重建做好充分准备工作 在接到甘肃省教育厅相关安排部署后 兰州交通大学校党委召开紧急会议 安排副校长苏承带队 由土木工程学院 兰州交大设计研究院和兰州交大工程检测公司人员 组成的工作组持缘灾区 我们承担104处各级各类学校校舍的赈灾调查工作 调查点相对分散 任务兼具 该校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教授于卢松介绍 为加快工作进度 工作组将师生细分为19个小组 分配到不同乡镇的学校同步开展调查 中国的比亚迪计划宣布 在匈牙利建立电动汽车工厂 金融时报 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BYD正在与匈牙利政府进行最后阶段的谈判 计划在该国建设一家新的电动汽车工厂 该公司已经在匈牙利拥有一家公交车生产设施 并希望建立一家汽车工厂 以帮助其在2030年成为欧洲电动汽车市场的主导者 比亚迪计划到2030年 在欧洲销售的电池车中占据十分之一的份额 该工厂将是一家新的中国品牌 在欧洲建立的第一家大规模汽车工厂 比亚迪是中国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商 并在今年早些时候超过特斯拉 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 罗恩·德桑蒂斯表示 特朗普的起诉扭曲了共和党总统竞选 华盛顿邮报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表示 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行事指控扭曲了共和党总统竞选 导致特朗普占据主导地位 而德桑蒂斯在民意调查中下滑 德桑蒂斯表示 这些起诉排解了其他问题 吸引了大量关注 自4月以来 这位前总统已经三次被起诉 并且自竞选开始以来 一直领先于共和党领域 德桑蒂斯在竞选初期 似乎与特朗普的差距不大 但在第一次起诉后 特朗普的领先优势开始扩大 美国将收集芯片供应链情报 以提高国家安全 南华早报 美国商务部宣布 将审查企业如何采购中国制造的半导体 以减少国家安全风险 这项审查将于明年1月开始 重点关注仍对电信 汽车和国防等行业至关重要的传统芯片 商务部将收集美国企业的数据 评估他们对中国制造芯片的依赖程度 此次审查是在中国共产党众议院 特别委员会发布报告后进行的 该委员会敦促商务部对中国的传统半导体 征收进口关税 鲁迪 朱利安尼在一起诽谤案中 被判赔偿1.48亿美元后申请破产 南华早报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亲密盟友鲁迪 朱利安尼因被命令支付给两名他诽谤的 前佐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 超过1.48亿美元的赔偿金而申请破产 朱利安尼在美国纽约南区破产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 他在申请中列出了1亿至5亿美元的负债 和100万至1000万美元的资产 申请中还将总统乔·拜登的儿子亨特 拜登列为债权人 但没有具体列出欠他的金额 朱利安尼欠两名前选举工作人员1.48亿美元 并将美国国内税务局和纽约州税务和财务部 列为其他债权人 扣押俄罗斯资产以资助乌克兰的陷阱 金融时报 美国正在考虑没收俄罗斯在海外持有的 高达2600亿欧元的中央银行资产 并将其用于资助乌克兰 然而 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 对此持谨慎态度 担心这样做会树立有害先例 破坏全球金融体系 没收俄罗斯的储备金 可能会危及国际金融稳定和美元 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 还有人担心 如果俄罗斯的资产被没收 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 通过抢夺储备金来解决争端 是可以接受的 中国进口问题 引发美国对芯片供应链的审查 日经亚洲 美国商务部将对美国半导体供应链 和国防工业基地进行调查 以解决对中国芯片的国家安全担忧 该调查旨在确定美国公司如何采购传统芯片 因为该部门计划为半导体芯片制造业 提供近400亿美元的补贴 商务部表示 该调查旨在减少中国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 并将重点关注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 在关键美国行业供应链中的使用和采购情况 即将到来的反乌托邦将是一个强大的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华盛顿邮报 美国最高法院在第四修正案中创造了一个漏洞 规定当个人与第三方分享信息时 他们失去了合理的隐私期望 因此政府可以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获取个人拨打的所有电话号码列表 这是因为这些信息被视为不私密 因为电话公司拥有这些数据 并在长途账单上提供 然而政府仍然需要获得搜查令 才能听取通话内容 其他形式的个人数据也容易被政府获取 包括电子邮件 电话号码 IP地址和消费者偏好 一旦公司收集了这些数据 他们可以将其出售给其他企业 政府或爱管闲事的记者 拜登将特朗普比作希特勒 因为他反对威权主义而竞选 英国独立报 拜登竞选团队一直在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与阿道夫·希特勒相提并论 拜登本人也加入了这场争论 在过去一个半月里 竞选团队至少发表了四次将特朗普与纳粹领袖相比较的声明 这是拜登2020年竞选活动的延续 当时他已恢复美国灵魂 将美国定位为自由国际世界秩序的全球领导者为平台 拜登对全球民主命运的关注是明确的 他在成为总统一年内举办了一次民主峰会 旨在恢复国内民主并对抗国外的威权主义 拜登在2020年看到的威胁已经加剧 普京和习近平等领导人 对自己能够超越西方世界的能力更加自信 拜登强调特朗普言论的危险性 以及他对独裁者和强人的崇拜 使用希特勒的形象提醒选民们 为何首次罢免特朗普 他希望选民们相信他们必须重新选举他 否则将目睹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崛起 中国禁止出口稀土加工技术 金融时报 中国已禁止出口稀土加工技术 这被视为对美国领导的 限制中国公司计算机芯片销售的回应 中国控制着稀土供应链的大部分 稀土被用于清洁能源和国防产品 对稀土技术的禁令 是在之前对加者和石墨的出口限制之后出台的 中国在全球清洁技术供应链上的主导地位 已被用作对美国实施的贸易限制的回应 包括阻止中国电池和电动汽车生产商 获得美国政府补贴 数万亿美元的未来对决 悉尼先驱晨报 全球能源转型将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投资 但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不足 使他们容易受到化石燃料出口国的影响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国 一直在埃及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投资 以确保贸易和政治关系 然而 中国和日本等国也在竞相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 中国的一带一路 倡议已经在128级瓦的发电机上 投资了2000亿美元 其中近50%是可再生能源 我没有写那份提交文件 当地居民愤怒 矿业公司曲解他们的意愿 以赢得政府支持 澳洲ABC 维多利亚州霍社姆的居民声称 他们被误导 以提交关于一座拟易杀矿的积极声明 中国支持的Win资源公司正在寻求对A1Band矿的批准 该矿将开采富含陶瓷和涂料矿物 以及稀土元素的重矿杀 该公司声称 该矿将创造588个全职工作岗位 并在其30年的寿命内 产生1.8亿澳元和1.26亿美元的版税 然而 该地区的农民 对矿山对周围土地的影响表示担忧 一些居民要求撤回代表他们提交的声明 在受影响土地所有者的律师提出投诉后 这些指控出现了 他们要求独立的广泛反腐败委员会 调查有关该矿的公众提交过程 去年11月 代表们向维多利亚州规划部门 报告了他们认为是欺诈的三份声明 该部门随后撤回了这些声明 规划部长 Sony Kukani 已经准备了一份关于该项目的报告 但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 美国和欧洲寻求利用俄罗斯资产来帮助乌克兰 因为资金逐渐枯竭 纽约时报 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没收在西方国家持有的俄罗斯央行超过3000亿美元的资产 以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努力 美国财政部长此前曾表示 没收这些资金在美国并不合法 但现在政府正在研究是否可以利用现有的权力来拿走这笔钱 美国正在敦促其G7盟友在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的第二周年之前提出一项战略 这些资金已经超过一年 不受莫斯科控制 此前美国、欧洲和日本利用制裁冻结了这些资产 没收这些资产将是前所未有的 并带来重大的法律后果和经济后果 这也很可能引发俄罗斯的诉讼和报复 中国开发商澳元申请美国破产保护 日经亚洲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中国澳元集团已在美国法院申请第15章破产保护 以重组其债务并避免诉讼 澳元是广东省一家负债累累的私人中国开发商 包括中国恒大集团、家兆业集团和华发集团 澳元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5章的申请 适用于外国公司 阻止债权人起诉该公司或查封其在美国的资产 该公司的重组方案预计将在1月8日香港法院裁决生效 菲律宾与美国的关系风险不仅仅是与中国的联系 专家警告 南华早报 中国警告菲律宾可能低估了中国在南海争议中对其行动作出反应的能力 华阳海洋合作与海洋治理中心主席吴诗存表示 菲律宾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可能会危及其利益以及与中国的关系 吴诗存还表示 两国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唯一途径是搁置海牙重裁庭 对中国在争议水域的大部分主张的裁决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在今天的新闻中 习近平的千万工程经验被视为中共三农工作的圣经 而神舟17号太空人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储藏任务 此外 单速地震导致兰州交通大学宿舍出现裂缝 中国的比亚迪计划在匈牙利建立电动汽车工厂 美国将收集芯片供应链情报以提高国家安全 鲁迪、朱利安尼申请破产 以及美国考虑没收俄罗斯资产以资助乌克兰 在这些新闻中 我想重点提一下习近平的千万工程经验 这个经验在中国大陆多地召开的会议中被广泛讨论 并被视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经验 习近平要求学习运用这个经验 因地制宜、分类失策 集中力量抓好扮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这一经验的成功 不仅在于实现了全面小康、示范村的目标 还在于它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 通过学习这个经验 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农村振兴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进一步推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乡村的全面振兴 另外,让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考虑没收俄罗斯资产以资助乌克兰的新闻 这个举动可能会引发国际金融稳定和储备货币地位的问题 欧洲国家对此持谨慎态度 担心这样做会破坏全球金融体系 而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通过抢夺储备金来解决争端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商和合作 以避免进一步的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 最后,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对习近平的千万工程经验有什么看法? 你对美国考虑没收俄罗斯资产有什么看法? 请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